IT之家9月10日消息 8月29日 华为新一代旗舰机型Mate60 Pro突然在官网提前开手 搭载了自研的麒麟9000S芯片 采用国产7纳米先进制程工艺 收获了巨量的关注度和买单人 据财经报道 Mate60 Pro的发售被视为华为重徽手机市场的开头炮 多位接近华为的人士证实 华为已经启动全面回归全球手机市场的通盘计划 国内市场先行 海外市场后发 过去三年 多重技术突破为这次回归打下了基础 后续启动是产品渠道和市场 据悉 华为将今年手机出货量从年初的3000万台上调至3800万台 其中2000万台已经完成 尚未完成的1800万台中 据天峰证券分析师郭明基预测 Mate60 Pro可能占550万至600万台 报道称 华为早前公开表示 Mate60 Pro不会在海外上市 不过其他款手机产品已经在海外上市 今年5月 P60 Pro折叠屏Mate X3 以及一系列全场景生态产品 已在德国 阿联酋 马来西亚和墨西哥发布 9月中旬 华为还将在西班牙发布智能手表新品 IT之家注意到 过去近三年 由于华为手机无法获得5G芯片制造支持 市场份额从被制裁前的 占据着中国智能手机市场 近半壁江山跌至最低不足一城 全球和中国市场份额 一度只剩3%和7% 在这里